灵芝包子粉是灵芝的包子经过破壁技术粉碎以后得到的一种固体粉末状物质 灵芝包子粉的功效主要有 1.增加免疫力 灵芝包子粉含有大量的多糖和多种微量元素 这些物质可以增加聚氏细胞的吞噬作用 提高我们淋巴细胞和杀伤细胞的活性 从而起到增加人体免疫力 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的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人体不受到细菌和病毒的危害 2.抗癌 灵芝包子粉可以抗癌、防癌 它含有的有效物质可以提高淋巴细胞的转换率 增加人体白细胞 以此来渗透癌细胞 破坏癌细胞的活性 分界癌细胞 3.护肝解毒 灵芝包子粉含有大量的灵芝酸和多糖 这类物质可以提升肝脏的解毒能力和再生能力 促进肝细胞的合成 降低转安眉 可以有效地改善各类肝性炎症或是脂肪肝 酒精肝等疾病 喜欢喝酒 熬夜的朋友 吃灵芝包子粉有保护肝脏的作用 但喝酒 熬夜伤身体最好尽量避免 灵芝包子粉有非常好的保健功效 在《本草纲目》和一些中医药典里都有灵芝的记载 灵芝非常珍贵 灵芝中含有丰富的灵芝多糖 可以延缓衰老 提高身体机能的活力 对抗自由基对身体的损伤 增强免疫能力 灵芝还能滋补身体 还能改善内环境 减轻致病因素的损伤 有一定的防癌作用 灵芝包子粉有一定的防癌作用 但是其功效并非像广告商吹捧的包子百病那么神奇 甚至不属于抗癌类药物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徐光伟 曾专门撰文 各种保健品虽均有一定的功效 但并非药效 虽一字之差 其谬物则大矣 所谓的功能性食品或保健品 只要经各种实验室试验 及动物体内试验证明 具有某种功能即可 是以灵芝包子粉为例 一般对动物移植性肿瘤的抑制率 大约在30%左右 但能否据此认为 对癌症患者的肿瘤就有治疗的功能 甚至被奉为致癌灵丹妙药呢 结论当然是否定的 而且有一部分人群不适宜吃灵芝包子粉 一 阴虚内热的人群也不适合吃灵芝包子粉 会让身体阴虚内热的症状加重 虚内热主要表现为大便干燥 小便赤黄 以及怕热易怒的人群 二 手术后一周内 刚做完手术的人体质比较虚 肠胃功能比较弱 不适合直接大补 反而会加重病情 三 月经其极有出血情况的患者 不适合吃灵芝粉 有可能会加重出血 不利于身体的康复 四 感冒有发热者 最好等感冒恢复后再服用 五 儿童不适合吃 因为儿童处于发展期 自身的免疫系统正在生长 完善 本身具有很好的双向调节人体机能 不需要服用灵芝包子粉 六 孕妇孕妇在怀孕前三个月内 建议不要服用灵芝包子粉 四个月后 胎儿五体已经完成 体质偏弱的可以适量服用 但最好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另外 吃灵芝包子粉时需要注意几点 一 不要用开水冲饮 高温会破坏灵芝包子粉的活性营养成分 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 二 最好饭后食用 不然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 三 不要汗辛辣刺激类食物同时 四 每天的用量4g左右最佳 最好不要超过8g 灵芝包子粉对体质弱 中老年 一长班 经常熬夜人群等有不错的保健作用 但它的功效仅可用作预防保健 不可以当药物来治疗任何疾病 2016 00 hb 那么 才会认 fits